形式衍生剧出现新品种丧尸 皮肤硬化刀枪不入 主角团迎来新的挑战 欢迎继续收看形式衍生剧第五集内容 上集受到瑞克和刀女决定返程前往亚历山大社区 两人一边杀着丧尸 一边欣赏沿途美景 仿佛回到了初时的岁月 途径一处商品不及战时 瑞克打算给从未见面的小儿子准备礼物 刀女为他选了一把斧头 因为朱迪斯有一把剑 两个人相视一笑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 但是他们的初心从未变过 这场满是艰辛的荆棘之旅 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别样的末日蜜月 忽然不远处传来打斗声 原来有人遭遇了丧尸袭击 其中一只的皮肤坚硬炉铁 瑞克汇出合金铁拳 看看砸出一个洞 刀女精准插入钢筋 纵算将其解决 获救的路人解释 附近山脉有硫磺涌出 导致丧尸的身体发生钙化反应 刀女看出他们似乎饿了好几天 于是主动拿出几包面条 谁知这番好意反而引来对方的觊觎 拿枪逼迫两人交出所有食物 这简直和找死无意 瑞克二人轻松夺下手枪 他们的善心可不会施舍给白眼狼 一名路人哭喊着发誓 不会再抢别人东西了 刀女决定饶他们一命 不过刚刚给出的面条必须收回 甚至还将他们的手枪和子弹 分别扔到森林两边 眼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两个人回到之前的补给站 瑞克不由一阵感慨 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享受二人时光了 随后他变戏法般拿出一根项链 这是他在白天无意中捡到的 挨掉多余的部分 只留下刀女名字的首个字母 这在物资匮乏的末日 简直就是稀释真品 也许是爱情的甜蜜 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圣梦中突然传来冰冷的声音 简迪斯不知何时潜入了补给站 在武器的威胁之下 瑞克二人自觉地将自己绑起来 简迪斯不紧不慢地解释 直升机出事的当天 他就怀疑瑞克还活着 于是独自开车来到坠机的地点 尽管那里已经变成废墟 但是那些被杀的丧尸 以及食品贷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沿着亚历山大的方向前行 果然追踪到了两人的踪迹 瑞克有些不解 既然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为何不干脆放过咱们 简迪斯笑了笑 解释说这就是自己 没有在睡梦中杀掉他们的原因 他已经不再是从前山顶摘的女大王 而是三环共和国的军人 就在简迪斯准备开枪时 两个人默契的一个闪身 刀女则捡起斧头狠狠劈下 他想捕枪射杀时 却被瑞克拦住 因为简迪斯藏了一份 亚历山大社区的资料 如果意外死亡 门剑就会被三环军队发现 可刀女才不管这么多 他在心中一直把简迪斯 当作破坏自己家庭的最大仇敌 脚下油门猛踩 是要将对方面掉 却不想双方追逐时 恰好遇到拦路的丧尸 两人清理掉周边的丧尸 来到简迪斯的车旁 对方早已不见踪迹 原来他跑路时 恰好遇到之前的三位路人 许诺提供安全的住所和食物 让对方帮自己一个小忙 刀女此时并没有放弃 只杀简迪斯 瑞克强调不能杀人 只能火捉 必须逼迫对方交代 存放文件的位置 两人顺着痕迹 来到一间临终小屋 却不想中了 简迪斯设下的埋伏 两个人瞬间 被三名路人围住 瑞克对这群白眼狼 都快无语了 率先抱起攻击 结果三人成了丧尸口中的美食 可怜的简迪斯再次处于下风 他伸直俩人联手的恐怖战力 于是干脆举起手 将自己暴露在丧尸的视野之下 他确信瑞克不会让自己死去 刀女愤怒地扣动扳机 但只是杀掉了来袭的丧尸 简迪斯赌赢了 他就是想试探亚历山大社区 在两人心中的分量 如今已经摸清底线 简迪斯开始出言蛊惑 他就算死也不会交代资料的存放地点 让瑞克死了这条心 如今他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在这里 保全亚历山大以及孩子的安全 要么杀掉自己 等待亚历山大覆灭 瑞克和刀女对视一眼 他们没有入套 而是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 刀女返回亚历山大社区 瑞克跟着简迪斯返回三环共和国 双方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简迪斯思虑良久 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当刀女用掉武器 离开小屋 简迪斯也象征性地放下手枪 谁知瑞克刚刚现出身形 他又从背后掏出一把手枪 就像当年对准神父加百丽一样 原来早在三年前 加百丽就通过无线电 和简迪斯取得了联系 两人相约在树林的小溪边见面 其他人都对简迪斯的行为充满怨念 只有神父对他不离不弃 他没想到多年后 两人能够再次见面 加百丽希望简迪斯 能跟自己返回亚历山大社区 他说瑞克失踪之前 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因为他相信人总是会变的 不过此时的简迪斯 早已对三皇共和国死心塌地 他连瑞克没死的消息都隐瞒下来 哪里会轻易离开 两人约定每隔一年来此见上一面 第二年两人如约而至 加百丽说社区里的人都很想念瑞克 他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能给瑞克和刀女主持婚礼 当时加百丽连婚届都准备好了 可惜瑞克却在爆炸中丧命 简迪斯连忙转移话题 他不想让对方知道瑞克还活着 现在只想单纯的聊聊天 就能让他回想起一些往事 浮躁的内心也会逐渐平和下来 临分别前 加百丽将戒指送给简迪斯 他觉得这是信念的象征 也许能让简迪斯有所收获 第三年两人再次见面 简迪斯的内心有些彷徨 主动说起自己所在的军队 为了获得更多资源 竟然主动攻击了一个大型社区 这种双手沾血的感觉 让简迪斯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加百丽有感而发 如果不开心就回亚历山大吧 我很需要你 简迪斯情不自禁地做出回应 可他很快反应过来 想在漠视下发展壮大 哪有不流血的 随即开始后悔 他向加百丽透露了太多 有关三环军队的信息 如今他不得不杀人灭口了 只是看到神父平静的眼神 简迪斯犹豫了 就像现在拿着枪对准瑞克一样 正在天人交战时 刀女拿着长枪出现 原来他并没有离开 忽然一只丧尸扑了过来 瑞克二人奋力厮杀 可简迪斯还是被丧尸咬伤 感受到生命快速流逝 他开始解释自己的选择 简迪斯曾经拥有一切 但很快就一个个的消失 他厌倦了失败 也失去了目标 直到遇见三环共和国 简迪斯以为那是自己的归宿 可他为何会经常想起曾经的朋友 尤其是得知三环军方的血腥手段之后 他第一次违背社区准则 放过了知晓三环军方情报的加百丽 后者说他已经做出选择 相约明年再见 简迪斯直到此刻才明白神父所言 原来自己的内心还是向往亚历山大社区的 随即他便主动说出了档案的藏匿地点 简迪斯不希望亚历山大有事 叮嘱瑞克拿到资料就离开 但他也不希望三环共和国有事 此时的他依然坚信 对方才是改变末世的希望 谁知刀女直接拒绝 他们不但要拿回资料 还要将三环军方的试杀证据 曝光在三环居民面前 他可没忘记那些残死在对方屠刀下的好友 不过不阻止他们 天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幸存者亡死 简迪斯微笑着点点头 他最大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名画家 只可惜和平的时代并未到来 他的故事就要结束 随即取出加百丽送给自己的戒指 这原本就是属于瑞克的 该说的已经全部说完 瑞克举起手枪 亲自送走了一敌一友的简迪斯 他和刀女改变了形成 再次朝着三环社区所在方向走去 瑞克知道接下来迎接二人的将是一场恶战 于是他拿出戒指 单膝跪地 算是弥补了没有举办婚礼的遗憾 只是可怜的加百丽 再也没有等到所爱之人 以上就是存活之人第五集的内容 这集的主角其实是逝去的简迪斯 在神父的帮助下 他早就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只是没有勇气之势而已 从理智上来说 简迪斯自然是偏向三环社区的 无论从发展理念还是武器装备 几乎都是无可挑剔 但从感性上来说 他还是偏向瑞克的亚历山大社区 这个不需要理由 毕竟人都是怀旧的生物 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简迪斯才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内心 这也是他收出藏匿资料的理由 而刀女的选择也很明智 阿奇在上期分析过 三环共和国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很难瓦解 他所痛恨的只是三环军方的行为 死去的卡弗中校 提拔瑞克和索恩 也是有进行变革的意思 只是他的做法比较温和 而刀女的计划则更加简单粗暴 挑起三环居民对军方的矛盾 逼着对方做出改变 这绝对是个大手笔 最后到底是三环军方负面 还是整个社区负面 下期大结局将给大家揭晓答案 这绝对是个大手笔